当地时间6月7日,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和波音公司宣布 由波音公司研制的MQ-25黄雕鱼无人加油机T1原型机 在历经25次测试飞行之后,于6月4日 成功为一架FA-18舰载战斗机进行了空中加油 这是人类航空史上首次实现无人加油机在空中为另一架飞机加油 报道称,在飞行过程中,作为受油机的FA-18战斗机接近MQ-25 与其进行了编队飞行评估,唤醒测试,追套追踪 然后将受油管插入追套进行空中加油 在4个多小时的飞行中,FA-18测试了向无人机接近的不同方式 MQ-25总共向FA-18输送了约147公斤燃料 无人机和FA-18受油管之间的距离只有大约6米 据介绍,今年年底前,MQ-25将在美国海军航母上进行着舰测试 预计2025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有分析指出,美军开发MQ-25舰载无人加油机 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和俄罗斯 美国认为,中俄两国会通过使用一系列传感器和反舰防空 以及远程打击火力阻止美国航母抵禁关键战略区域 如果美国航母冒险进入对方武器射程内 就会面临很大威胁 这就是美方一直炒作的对手采取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 美军认为,中国设置的反介入区域拒止 主要是阻止美国航母进入台湾海峡和南海 去年8月,外媒报道称 解放军从青海和浙江方向分别发射了东风-26和东风-21D弹道导弹 击中位于南海的预定目标 美媒认为,这两款导弹都具备很强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 其中,东风-26可以在4000公里外打击美军舰船目标 而按照美海军的计划 MQ-25防鸟鱼无人加油机 可以在距离航母926公里处 为舰载战斗机提供大约6.8吨燃料 相当于一架MQ-25可以支持两架舰载机 在距航母1850公里处作战 如果再为舰载机配备射程上千公里的巡航导弹 美军航母就有可能不用进入对方的反介入区域实施作战